民国450年代小儿麻痹症刺行 患者因为骨关节卵缩造成四肢骑行 而台东一名51岁潘姓妇人 她在三岁的时候染病 导致她的左脚踝是变形了 只能够用脚步外侧来行走 长期以来饱受长颈压创之苦 经台东基督教医院进行切骨矫正 以及肌腱转移手术之后 现在不仅可以自在走路 也意愿她想要掺高跟鞋的梦想 自己有的时候幻想自己能够穿着淑女鞋 那个都是在梦中 穿着白色跟鞋自信大方地走台步 展现女性优雅多姿的身段 潘小姐这多年来遥不可及幻想 现在透过一场手术而梦想成真了 今年51岁的潘小姐 出生在小儿麻痹猖獗的民国四五十年代 三岁时染上病毒 左脚症状从轻微到逐渐变形 过程中曾北上求医接受手术矫正 但随着年纪渐长 竹槐又再度变形 脚掌无法贴平地面 走起路来就像螃蟹一样 得颠着脚步外侧 饱受长俭压窗之苦 我如果没有穿鞋走没办法走 只要听到哪一个名医OK 甚至利用关系去挂号 但是出来的结果都是 你应该有拿永久的残障手册了吗 一度主要到放弃治疗的潘小姐 透过东基与台大医院小儿骨科 五缝接轨计划转证 进评估后选择在东基医院 进行肌腱转移手术 将组内翻变形的力量 转为怀背区的力量 让潘小姐的左脚不再垂足 能够改鞋归正 达到日常行走的能力 当我拉动这个蓝色的时候 那个静后肌会让他的脚往下掺 所以他的脚就维持那个变形的样子 但是今天我们透过肌腱转 有把这个肌腱换到这个位置 换到红色的这个地方 我把他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一样在作用这个肌肉 但是他的位置换了 所以他变成可以把脚翘起 因为他合并了七个手术在里面 所以大概花了五个小时左右 骨科医师吴兴涵也指出 除了小儿麻痹外 头外伤 中风 脑性麻痹 以及周边神经损伤 都常引起骨关节变形 造成活动障碍 虽然医疗有限 无法让患者神经肌肉 回复到常人的状态 但一定可以让脚掌踩平 建议患者及早治疗 事后恢复更加快速 谢谢夏家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